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近期中共地方高層大調整 涉及河南、新疆、遼寧、陝西、甘肅、江蘇、福建、重慶等多個省區 其中河南省長尹宏3月31日被宣布接替林鐸 成為甘肅新一任省委書記 長春市委書記王海則於4月2日接憑尹宏 成為河南代理省長 除了地方大園調整 省委秘書長或省政府秘書長職務的變遷 往往也伴隨著主觀 省委書記或省長的職務變遷 余韻宏轉任甘肅省委書記前 河南省政府原秘書長朱煥賢 在1月轉任省政協副主席 4月2日 官方宣布王海擔任河南省代理省長 河南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劉世偉 升任省政府秘書長 近期重慶市委秘書長王富的新職務 引發外界猜測 認為這樣意味著重慶市委書記 陳敏爾的職務將面臨變動 資料顯示 王富出生於1962年3月山西運緣人 2018年1月出任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 2021年3月31日被任命為重慶市常務副市長 根據中共官場慣例 王富將很快卸任重慶市委秘書長 兼市委辦公廳主任職位 雖然重慶市委新秘書長人選上未公開 但外界關注 王富的職務變動 會否和其他省份一樣 背後是其主觀職位的調整 這亦預視著陳敏爾職務的變動 現年61歲的陳敏爾 是習近平主政浙江時分館宣傳的舊部親信 也被認為是習家軍的重要代表人物 從習近平上台以來 陳敏爾每隔兩年就換一個新職位 並且高升一級 中共十九大前 陳敏爾調任重慶 重慶曾先後由江澤民集團指定的接班人薄熙來 孫政才主政 兩人分別在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之前落馬 陳敏爾調任重慶後 一度傳出是習近平選定的接班人之說 但在中共十九大上 陳敏爾和被胡錦濤隔代指定的中共接班人胡春華 雙雙落選中共政治局常委 2019年 中共四中全會前夕 再次傳出人事鬥爭 其中陳敏爾接班暗示明顯 同年4月 習近平到訪重慶 陳敏爾及習的隨行人員陪同考察 不少觀點認為 習選擇到重慶考察脫貧問題 主要是為陳敏爾捧場 撐腰打氣 同年9月 陳敏爾出訪新加坡 隨後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接班人王瑞傑回訪重慶 當時中共大外宣暗示 陳敏爾可能很快上來頂替某個常委 為接班做準備 2021年中共兩會召開前夕 中共巡視組集中發布反貴情況 多省被點名批評 唯獨陳敏爾主政的重慶市委獲得表揚 稱其再肅稱孫政才惡劣影響 和薄熙來、黃立軍流毒等方面積極有效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說 陳敏爾近年罕見介入中共黨制外交事務及政治路線紛爭 此次獲表揚是否習近平暗中鋪排 讓陳敏爾進入中共常委令人聯想 《漢中國專欄》作家鄭中原刊文說 中共二十大前國派角力 陳敏爾獲得例外的表揚顯得過分突出 在官場難免引起波動 鄭中原表示 沒有人懷疑習近平謀求長期執政的企圖 不過由於中共政權內憂外患 黨內外反習聲音公開化 即使習連任為了讓元老們無話可說 也未必不會在內部準備未來接班人 而陳敏爾被習提前安排為未來的接班人 越來越有可能 雲南瑞麗使疫情持續升溫 官方8日通報 瑞麗市委書記廣雲專 因疫情防控失職被撤職 雲南省紀委省監委網站 4月8日通報 雲南省德雲州委常委 瑞麗市委書記廣雲專 被指控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嚴重失職失責 破壞了全國全省疫情防控大局 46歲的廣雲專被撤銷黨內職務 政務撤職處分 降為一級條言員 通報說 瑞麗市在半年多內 連續爆發3次中共病毒疫情 特別是近期爆發的329疫情事件 嚴重衝擊和破壞了全國全省疫情防控大局 嚴重衝擊和影響了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和工作大局 造成嚴重後果和惡劣影響 官方通報的措辭異常嚴厲 外界揣測瑞麗市的疫情可能已經相當嚴峻 根據雲南衛健委消息 4月7日零時至24時 雲南省新增確診病例11宗 新增無症狀感染者1宗 截至7日的24時 雲南省共有確診病例79宗 無症狀感染者44宗 鑒於中共一貫隱瞞疫情真相 外界懷疑瑞麗真實確診人數 可能遠遠超出官方數據 自4月6日8時起 瑞麗市城區開始進行 第二輪傳染核酸檢測 部分主城區仍採取封閉管理 網上傳出的視頻顯示 瑞麗市區連日來救護車忙過不停 隔離車、隔離大巴、中壩 陸續災人到隔離酒店 包括學生在內 到處可以見到隔離車災人走 感覺事態嚴重 還有視頻顯示 4月4日在瑞麗市景城 高爾夫小區旁的山上 開始建造隔離醫院 這告示市民齊女士向新唐人記者表示 他們那邊也是搶建方艙醫院 還有軍隊到來幫忙 自去年中共病毒疫情從武漢爆發以來 中共至上而下瞞報疫情 並嚴厲封鎖疫情信息 各地官員為保官職都不敢通報疫情 一旦哪裏出現疫情 門不住了 那裏就有官員受到處分 2020年4月 因防疫不力 九省市衛生系統官員被處分 包括黑龍江、天進、河北、湖南、內蒙古、廣西、 俄南、四川、湖北多名官員 截至2020年4月中旬 湖北省處分疫情防控中 失職失窄的官員3,000多人 其中聽局級10多人 院處級100多人 同年5月 吉林市6名官員因防控疫情不力被免職 包括吉林市下核舒蘭市原市委書記李鵬飛 6月 北京鳳台區副區長周宇清 鳳台區花香黨委書記王華被免職 2020年11月19日 黑龍江省雞西市恆山區委員書記孔令寶 因抗疫不力被判10年以上重刑 不過孔令寶的前上司 逃亡美國的雞西市前副市長李全良對自由亞洲透露 孔其實是因為私下批評中共隱瞞疫情、防控不力 透露疫情嚴重的真相而被捉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